聖誕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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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用天良 月年 聖誕節聖誕八日慶祁內主日 创世纪 十五章一至六 二十一章一至三节 在那一天 有上主的话 在神事中对亚巴郎说 亚巴郎 你不要怕 我是你的盾牌 你得的报酬必狠丰厚 亚巴郎说 我主上主 你能及我甚么 我一直没有儿子 继成我家业的 是大马士革人压你压侧耳 亚巴郎又说 你既没有次及我后裔 那么只有一个家僕来作我的成绩人 有上主的话答复他说 这人决不会是你的成绩人 而是你亲生的 要做你的成绩人 了他所说的话 撒纳怀了人 在天主所许的时期 吸年老的亚巴郎 生了一个儿子 亚巴郎为撒纳给他所生的儿子 起名叫伊撒格 《圣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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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十七至十九节 弟兄姊妹们,因着信德,亚巴郎一蒙照选,就听命前往他将要承受为产业的地方。 他出发时,还不知道要到哪里。因着信德,连石女杀辣,虽然过了适当年龄,也获得怀孕生子的能力。 因为他相信,那应许者是信实的。因此,由一个人,且由一个以戒慕年的人,生育子孙,有如天上的星神那么多,又如海边的沙粒,不可胜数。 因着信德,亚巴郎在受试探时,献上了伊撒格。亚巴郎就是那承受了因许的人,但他却献上了自己的独生子。 原来天主曾向亚巴郎说过,只有由伊撒格所生的,才称为你的后裔。 亚巴郎深信,天主有使人从死者中复活的能力。因此,他又得回了伊撒格,以作预像。 奴家福音,二章二十二至四十节。 当梅失的法律,一满了他们取结的日期,耶稣的父母,若失和玛利亚,便带着孩子上耶路撒冷,去献给上主,就如上主法律所吩咐的,凡开胎首生的男性,应祝胜于上主,并该照上主法律所吩咐的,献上祭品。 一对斑架或两只初甲。 那时,在耶路撒冷有一个人,名叫西麦安。 这人正义虔誠,期待着以色列的安慰,而且圣神也在他身上。 他曾蒙圣神启示,自己在未看见上主的受父者以前,缺见不到死亡。 西麦安因圣神感动,进入圣殿。 那时,抱着婴孩耶稣的父母正进来,要按照法律的惯例,为耶稣行礼。 西麦安就相比接过耶稣,赞美天主说,主呀,现在可照你的话,放你的仆人平安去吧。 因为我亲眼看见了,你在万民前准备好的救援,为作启示以邦的光明。 你百姓以色列的荣耀,应孩耶稣的父亲和母亲,就将以西麦安所说关于耶稣的这番话。 西麦安祝福了他们,又向耶稣的母亲马利亚说。 看,这孩子已被立定,为使以色列中许多人跌倒和复兴,并成为反对的记号。 至于你,要有一把利剑,刺透你的心灵。 为叫许多人心中的思念,显露出来,又有一位女仙之亚纳,是亚协议之派法奴尔的女儿,以上了年纪。 她出嫁后,同丈夫住了七年,以后就守寡,直到八十四岁。 她只戒祈祷,就夜侍奉天主,总不离开圣殿。 正在那时候,她也前来称借天主,并向所有希望耶路撒冷得到救赎的人,讲论这孩子。 耶稣的父母按照上主的法律,办完了一切,便返回加里勒亚,他们的本成纳杂勒。 孩子漸漸长大而强壮,充满智慧,天主的恩宠常在他身上。 圣经反省分享 耶稣一生的大部分时间,都是家庭的一缘。我们总是想象,这一定是个无比幸福的家庭。 然而,和其他家庭一样,他也一定时常有喜喜乐乐,欢乐和悲伤,问题和困难。 在耶稣的公开生活中,玛利亚多次出现,并目睹了他在十字架上的死亡。 但我们对约失一无所知,当耶稣三十多岁的时候,约失很可能已经过世了。 如果真是这样,那对母子来说一定是个痛苦的经验。 没有理由认为圣家可以免受普通家庭的任何痛苦,或剥夺任何普通家庭的欢乐。 我们记得,耶稣十二岁时,当他失踪紧紧三天时,玛利亚和约失是多么痛苦。 从三十岁开始,他将属于一个新的家庭,这个世界的家庭。 特别是那些自力于追随他的道路的人的家庭。 从现在起,他的母亲,兄弟姐妹将成为他的门徒。 那些听道并遵守天主圣言的人。 当然,没有人给他的母亲玛利亚更能听到并遵守天主的说话。 大多数人都会以这样或那样的方式离开他们的家庭环境。 虽然家庭始终是我们最关注的,但这并不是绝对的优先事项。 我们所有人,尤其是基督徒,要效法耶稣的榜样,与世界大家庭保持一致。 因为,我们只有一位父亲,我们都是彼此的兄弟姐妹,要互相照顾。 一些现代家庭的问题之一是,他们认为社会只是为了满足他们的需求和野心。 正是这种态度,会吸年轻人,带来难以承受的压力。 有一种关怀态度的根源,记录在《路加福音》第二章二十二至四十节中。 其中描述了我们通常所说的耶稣被献于圣殿。 耶稣为父母的长子,必须献给天主。 这是承认所有生命都是天主的礼物。 天主是所有生命的主在的行动。 这个孩子属于天主,必须按照仪式用一小笔钱属回来。 创世纪十五章一至六节,第二十一章第一至三节, 天主应许要赐给我们一个儿子。 因此,耶稣不是一个普通的孩子。 他来到圣殿时受到了两个非常圣洁的人。 西墨岸和亚纳的欢迎。 西墨岸被天主的神充满,并得到认许。 在见到以色列期待已久的救世主墨西亚之前, 他不会死去。 耶稣将成为许多人生命和解放的完全。 但对于哪些因盲目而拒绝他的真理和爱之道的人来说, 他也将成为他们的半脚石。 因为,正如西墨岸所预言的, 耶稣将成为一个将被反对的标记。 被他自己的许多人拒绝。 此后也被许多其他人拒绝。 是的,这个家庭也不能幸免。 但这些事情被完全接受为家族使命的一部分。 为世界带来光明和生命。 老妇人阿纳一看到孩子,也忍不住赞美天主。 他向所有期待,耶路撒冷的救赎的人谈到他。 他默默地见证了世界对救赎,和恢复天主肖像的渴望。 有一位作家说,路家将阿纳与西墨岸并肩站在一起, 透过这种安排表达了男人和女人并肩站在天主面前。 他们在荣誉和恩典上是平等的,被赋予同样的恩赐, 承担同样的责任。 在这个充满爱和希望的环境中,耶稣的父母带着儿子回到了了纳杂了。 在那里,他漸漸长大而强壮,充满智慧。 天主的恩宠常在他身上。 在这里,为他今后的工作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耶稣这个成年人对我们的意义,肯定可以追溯到他在两个慈爱父母怀抱中的成长岁月。 适用于耶稣的事,也适用于我们所有人。 一个幸福和孩的家庭环境非常重要。 人们的印象是,在世界许多地方,特别是在所谓的发达世界,家庭生活陷入了严重的困境。 任何经常与年轻人接触的人都会意识到,他们中的许多人对自己,家庭状况,特别是与父母的关系是多么失望。 问题在于,许多父母期望孩子尊重和服从。 但实际上却没有以他们应得的方式行事。 父母不能设定双重标准,认为自己有权利做孩子被禁止做的事情。 如果父母总是互相争斗,如果忙着赚钱而没有时间陪伴孩子。 如果以为可以用金钱收买孩子,却没有能力也不愿意倾听他们的话,就很难赢得儿女的尊重。 基督徒家庭的生活方式必须根据福音的生活的愿景来制定。 如今,太多的事情,是由社会压力造成的。 有时是由非理性地坚持不合乎天主旨意的人类文化传统造成的。 也许只有整个教会,而不是个别家庭,才能解决这个问题。 不仅是为了教会成员,也是为了整个社会。 毫无疑问,任何社会的品质取决于其内的家庭生活的品质。 社会是为家庭而存在,但家庭也是为社会而存在。 除非认识到这两种相互依存的关系。 否则天主国的临现就会受到阻碍。 西墨安并不是唯一一个认识到主在圣殿中临在的人。 亚纳也被圣神充满了。 人们发现他每天都在圣殿里,在祈祷中向主祈祷, 并向其他人预言天主要插显一位救赎主的应许。 超胜的希望随着祈祷和年龄的增长而增长。 亚纳是一位结出的女人。 她对天主会实现她所有的应许充满希望和期待。 随着年龄的增长,她是所有信徒敬虔的典范。 如果我们没有正确地抱持希望,那么随着年龄的增长和生活中的失望, 我们很容易变得奋世侄俗和绝望。 亚纳对天主的望得和他的应许随着年龄的增长而增加。 她从未停止凭着信心敬拜天主,并满怀希望地祈祷。 她对天主应许的希望和信心的发了她为天主子民祈祷。 和服务的不屈不闹的热成。 正如希伯来书第十一章第八至十九节提到 亚巴郎的信德是我们的好榜样。 主耶稣,你是我的盼望和我的生命。 愿我永远不要停止对你的信任。 让圣神的喜乐和力量充满我。 使我能勇敢地向别人指出你拯救的临在和永生的话。 亚曼。 按摩!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